It's Show Time 哦 不好意思 今天的头像有点不听话 来 我们进入正题 单网络进入迷命时代 上网 已经不是某些人的证据 互联时代出现 我们从地球的这一头连通到另一边 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互联网 人与人的沟通不再是这样 这样 或者这样 我们有了很多购物方式 口口 费信 微博 email 还有很多很多 沟通遍迹 咨询自然传得快 一个不经意的动作 这样子变一下 就有可能传遍全球 成为交叠成统 信息肯定 我们从更多的渠道获得资讯 你还要耐心看下去吗 于是更多的便于接受信息的方式重新 不想长篇大论 回忆一下 只有一百四十次哦 好吧 连字都不行了 上图 有图 有真相 听 我懂你了 每天海量的视频等着你挑选 你就像生活的导演一样 主宰一切 金雄八千 你只不过被导演 你的主动权只不过是大开和关闭而已 这就是我们的互动 一位蛇沙大师说过 一种潮流不会二年 当然 那些经典中的经典是例外 我们将从不如进入互动时代 所谓互动 在不理学用较少的阐属 以解释物体或系统之间的作用和影响 不合理事 请忽略它 我们来看一下真正属于我们的互动 情人也快到了 一个简单的按钮 一张张熟悉的面孔 你就是这个世界的导演 平常送上一鼓子里的吊塞 也可以有浪漫的一刻 每当十年 我一直发财 不只是一条短信 只要你愿意 你就是赞神 还发短信 直接送钱吧 当然 独了了 不如中了了 在你为所欲为的同时 给别人机会 不如中了 这样子还帅慧力上的方法 是否你下次觉得自己特别犯了 这是一个随心取悟的时代 我们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我们做不到的 最重要的就是动起来 你还想知道更多吗 请订阅 分我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